Hello 歡迎回到第二節的動漫廢物 今天我們講的是科學 台興劇 是啊 還沒講《三快樂》 《三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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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叔好爺 CCABC 今天我們不是講台興劇 我們是講科學之異海號情 不是人經 風六獸之異海 你也選擇 你也選擇 主要角色 就是四個美女 美不美女就見字 我覺得 整套都美女的 厚度之說 我真的看不到哪個特別美女 這件事就 然後我們再講一些 比較沒有那麼多出場的角色 例如沒有出場的什麼 例如沒有出場的 例如有出場而沒有名的上條當馬 好慘啊 當馬 我那時候看《魔法禁書》 看了幾集 然後就沒有再追 然後就看電磁炮 慶幸有看過《魔法禁書》 但是我忘記了 這個男主角叫什麼名字 孔可憐 我以為一邊看到尾 他就會說 真的看到尾 他都不說 他故意抹掉他的名字 這種就是陳某的無名軍師 這個其實算是很重要 我們Pubin好像咬過 他算不算是男主角的問題 我心目中他是的 這不是相對女主角的存在 我只可以認為一套不一定是男主角 我同意 我只可以認為漫畫的後半段是男主角 但是動畫的第一季 這套是沒有男主角的 我只可以認為第一季的《魔法禁書》 是沒有男主角的 相對賭博麥士錄的世界中 是沒有女主角一樣 美心是不可以把他當是女主角 那當然不算 美心是一間餐廳 就是港澄是一個男角 那他當然是一個男角 他是假裝的 你怎麼知道 從來都沒有在你面前 那麽似的運動員 驗出服用金藥之後 瘋掉他的獎牌 他只是一個男角 很明顯是一個男角 他只是帶著奈莉出來露過 但是他最後是幫炮車擋了一擊 表現出他的功能性 說完之後所有人都不知道那一刻才厲害 他表現功能性就不在那一幕 他第一次遇到美球 我突然想起一個問題 那他就必須用左手 我正在說 右手明明很硬 全都起了 無力霸了 他抵消的是這些 超能力 除非初衷在你旁邊 幫你移住 你們越說越說才會有其他地方 我們是從科學的角度探討 對 我們從科學的角度探討生物 所以我們回到你超電磁炮 那算了 這個男角就不斷講過 還有另外的角色都很重要 跟著掃下去的 是否應該到墓圓博士 不是 是穆山 春上的琴衣 應該 他在故事中也很重要 那裏是否屬於後半部出現 後半部 以後半部來說 他是帶領故事劇情首線 但是 其實都只是用來解決這件事件 解決完之後 你見到他 一大段時間是不會見到他出現的 但是前半 因為這套作品很有趣的地方 是24集 其實頭半就講述一件事件 跟著中間停一停 說一些比較日和的劇情 這是什麼名義 所以頭半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木圓博士 你有沒有記得 木圓環生 即是他 阿Yuki很喜歡 變態科學家 變態科學家 脫衣女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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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另外一個 不是 我是說之前 我們說那個脫衣女 對 找不到 拍了聽譯片的 對 因為最初的判斷故事是他打電話 那是木山春生 原本是電教學者 過去某一段時間點做過老師 然後在那段 叫Level Upper的事件 幻想御守的事件之中 他引發出這件事件的軟空 但其實他也是希望透過這個 幫人升Level的道具 然後再把所有出行力者的腦內 網絡連結 其實是拿他們的RAM來溫算 將自己變成一部超級電腦 好像將無數的PSV連在一起 拿著Network 然後拿著Network去做RAM 然後就希望得出數據去解救他們 那班昏迷了的學生 變多人做了 蘋果就是在做這件事 所以這觀念其實很容易接受 蘋果已經做了 蘋果已經連結成為一個超級電腦 把所有iPhone、iPad全部連繫在一起 那段故事 初時以為他是純粹一些瘋狂科學家 為了滿足自己的慾望 但背後原來他也有一些悲創的 是一個很感人的過去的 因為他當年是參與一個研究計劃 被委派 就是照顧這班年幼的學生 然後幫他們提升 順便要拿他們的數據 他不知道原來 要取得他們的信任 是的 但不知道原來 他這班學生 被譽為可以被犧牲的棋子 他初時都覺得很煩 我研究而已 為何要照顧小孩 直至那班學生出事 他才發覺他真的要照顧他們 其實他開始已經陸陸續續改變了 因為初時又很討厭他 或者有些小學生很早熟地調戲他 說要不要混合他 他初時是很討厭的 直到最後他就算被人扔粉刷 或者調戲他 他都問要不要混合他 好啊 不如搞事吧 類似老寶也可以 然後又被學生說他偏食 其實他在那段時間 是有轉變的 所以他開始已經 尤其那個女生說 我相信你 所以之後他開始改變 所以他最後促成到要自己私下去 再去研究找方法 但是又被上面駁回了 不接受 因為其實他們也是遵行其他隱謀 其實他覺得整件事都是因為自己的錯 即是自己被上面的研究員騙 不僅是累到他教那班學生都身受危險 所以他私底下就把Leveloper散播開去 然後導那班出行力者上課去幫他 但其實原來這個計劃又沒有特別大副作用 或者是當初他沒有預計 而希望能夠透過他們的幫助去救他那班學生 這裏我覺得後來發覺是一個好人 是的 還有他最後引發了前半的一個大事件 即是那隻叫什麼名字 幻想幻想幻想盲獸 那些是一塊塊的 肉團 即是算是頭半的Big Boss 那段是寫得很精彩的 我覺得 精彩做什麼 我問他精彩做什麼 一來他要撤合這個世界觀 即是不是搞機械 或者是純粹 不是利用機械力量 或者是一些純粹一個最強的出行力者 即是一班出行力者的思想集合體 變成一個能量體 這個表達手法我覺得蠻有趣的 其實這個表達手法 純粹是用來表現出 Lerugan的Lerugan可以有多厲害 是的 最後 初詞都沒有那麼厲害 靠大家切斷他的網絡 如果不是他的話 觀眾是不會看到 原來他是打得低這麼大的東西 還有只有靠這隻東西 才可以令他發揮全力 他之前就算對著博士的時候 都算是斜打 留有一手 那段我覺得很精彩 甚至比往後尾段更精彩 但是我覺得這一場 打這隻空想猛獸 我自己覺得有點草率 即是後面有點草草了事 因為你說炮姐很厲害 但是這隻東西是突然走出來的 連牧山都不知道究竟他內部是甚麼 即是這隻東西突然在他腦部 即是拔出來然後巨焰化 成形 究竟他有甚麼弱點是沒有可能知道的 那為何牧山先生可以跟炮姐說 他裏面有個晶體 你拿你的一元銀扔死他就可以了 即是你扔中後有獎品 扔中後有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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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是想過會有這樣的可能性 大有中 他報到的時候 他知道是在暴走 但因為問題是你不會知道內部的結構是怎樣 即是我覺得是跟他的研究 推算這類東西都會有核心 其實我自己覺得如果可以打得合理一點 這一段不是不行的 即是用這個方法去解決他也不是不行的 但問題是你最少都 他可以多一點追蹤 即是你最少見到阿比和牧山先生 見到他有個體露出來 他就知道這個就是重點 否則你不打 他明明知道他的構造 但他可以正確地告訴你 他裏面有一個東西 所以這個反而有些草率 他可能見到他不斷重申之後 他就可以加一兩句台詞 譬如說他這麼多次重申 一定是因為他是有核心 所以才可以重申 即是他要考古 要不就要見到那個東西 否則其實是 但不能說到這樣 他是說到很肯定 是呀 有個核心的 對 所以我會覺得 差一點點 177的隊員就離開了 現在他發現有些有 周恩星母 另外負責Hold4的那個人離開了 我們現在不知道怎麼辦 另外這一段 可能始終不是源柱出現 屬於他自己為這個動畫而創作 那個劇情和氣氛做不得完整 我一直看的時候 其實是期望 更多其他人 或者這個學員 都是其他機構的協助 即是會出來當拖 是的 我最希望是 NTSKILL是廢的 NTSKILL 純粹是 阻礙著他 讓他拖延時間 可以讓初春入籍 即是服毒軟件 因為NTSKILL沒有能力 我覺得最奇怪的設定是這個 所謂NTSKILL 原來就是靠捕槍 因為其實有個設定是 學員都市裡面除了學生之外 其他所有人都是沒有能力 即是譬如老師 NTSKILL 那些全部都是沒有能力 那你找一些NTSKILL 但是他又沒有SKILL 他沒有能力 怎麼對抗 所以你見譬如老師 是很多人比NTSKILL更強 即是譬如老師 你見孤禄河這些 你見黑子這些 很明顯他LV4 比NTSKILL更強 是的 如果是沒得打的 所以我看到這一段 我推NTSKILL 灰了 那個設定是有問題的 只負責浸溫泉 打機 飲酒 飲牛奶 食關東煮 那些劇情 我都不明白 我記得我看幾位是說他們 一起去完肉堂 即是草堂浸完溫泉之後 要一起喝牛奶 為什麼要喝牛奶 你不能代表 現在是日本人的老婆 是啊 尤其是洗澡月娘 一定要喝牛奶 即是有些小生的老爸 放下東西之後 一定要喝啤酒 等於我們另一個主持 五月 做完一天很辛苦 就說啤啤他 然後很爽 但其實他是喝荔枝肉爐 因為類似這些傳統 這裏算是完結 但那件事還未完結 還未解決完 其實沐山昌生那件事件 一直延續到最後那幾集才完結 但這裏也是我看到最火影韻者 所謂火影韻者就是火影韻者 的一個重點 其實美琴在捉住沐山昌生的時候 他已經知道這件事是怎樣發生的 其實以他那種好打不平的個性 應該是會追查下去的 因為他在街上見到一個人很淡 也想殺了他這麼久 所以他應該會主動追查下去 在他那個個性來說 甚至乎應該會找到 色友克子 然後一起去參與 或是拉上右手歌落水 可能他覺得 既然沐山昌生 他講到這麼明白 他自己出獄之後 都會繼續去追查 他可能會不會覺得 老知的事情 或者是等他在一起 我會覺得他怎樣都會去做些事情 但結果就是因為 令到好像分了兩季 完全好像沒有了 然後13到18到19集 其實都是另外一些單元故事 突然跑去製造摩扔 又或者可以這樣說 其實我會覺得 因為他兩件事件完結之間 他要找些位置去洩蝙蝙 所以我就會覺得 如果不是他這套事件 他兩件事件 可能是18集 但你沒有理由 18集是兩個位置間 所以我就說 其實他的鋪排處理得不夠好 本來應該要是一個連續的高潮 就算要變回單元 但都應該要開始 在中間都已經 甚至他去追查 至少他care的想法 否則就會變成 他好像很斷裂 突然間這麼輕鬆 這班人 我和他都很緊張 去查某些東西 下午後 我們不如停下雪糕 走出去玩 玩完之後 等誰出來 然後又去查 他知道我屬性 他知道所有事件 都會朝著他自己的方向來 他不用自己去追查 其實他是磁石 他是電磁力 以便磁石 所以之後就是有事件找上門 就是最後的女魔頭出現 直到 不過中間是不是出現 還有Big Spider那段 Big Spider 兩集 不過有聽眾想我們 討論一下社監 社監 社監 在電磁炮的社監之前 應該先說 魔法禁書無論是沒有這個角色 或其實不是這個形象 是在電磁炮這輯 才為這個本來存在的角色 幫他更加新形象 和更加人氣的聲優 那就加強他的氣氛 這個就算是很成功的做法 死了 社監的名字 眼鏡量 講起眼鏡這套作品有很多眼鏡量 我不知道為什麼 是不是製作人的個人喜好 女生不是戴眼鏡就沒有戴眼鏡 但他的比例是比其他作品高 其他作品通常只有一個 但他這套有三四個 最主的幾個都不是戴眼鏡 就是因為原住的角色定了 你不可能硬幫美琴增加一部眼鏡 那你當他這套是某家眼鏡公圈的就算了 我忘了寫了 阿叔叫什麼 好像一直都叫他寫監 也有的 因為那個大午老師是有叫他的 是老師而已 沒有叫過名字 有一定有叫過名字 看看有沒有聽眾可以幫幫忙 那一集大概都猜得到老琴劇情 但是看得多歡樂 那個劇情是老琴的 但你猜不到原來他喜歡那個熟女 你就遇到那個死角 你以為他出面有一個人 但猜不到原來是那個 我真的猜不到 那個是嬸 本來是住在古兒園 但是他老公在附近那些 可能就是幼稚園園長 吊出了園長 但是最歡樂的是他失戀完之後 立刻想有態度打回眼鏡 變回魔鬼寫監 其實那一集本來都 你會覺得 其實哪一個都很煩 黑子 大哥 又是你們這麼八卦 本來想捉他痛腳 但後來被他感動了 覺得要站在他那邊 當然他也是希望透過幫到他之後 自己將來有好處 不用經常受罰 其實最初是八卦 小女是這樣的 有一些愛情有關 真的聞不到歡樂的味道 最初他被罵完 被罰完之後 然後不停在罵人家 又說夫妻 又說家不住 然後看到他在街上 撞到他 就覺得 肯定要去找歐男人 還是跟蹤人 根本就是私怨 他那一集那些部署好像 其實挺成熟 怎樣把兩個人拉在一起 那些 很明顯是他平時 不知道看完什麼 最後只不過是因為大午老師 本來就有心上人 所以才失敗 如果不是可能成功 我也覺得是 其實不是 如果我們去到大午老師 還未告訴他 他心上人之前 我們看到所謂的成功 其實全部都不關黑子的事 大午老師 欣賞了一些 他覺得值得尊敬的人 最後是社監自己 因為出於自己的本能 去救學生 讓他覺得你寧願捨棄自己 救別人 我很尊敬你 但這所有事都不關黑子的事 黑子之前報的那些局 全部都廢 搞到一團租 是不關他的事的 他一路這樣部署 可能慢慢逐點分 逐點分 不過可能黑子加到的分 實在太少了 很少 所以 真是慘 最後 都不能夠白運成功 大社監真的很好笑 有些反應 不錯 原創得來 就不會太 起碼我喜歡這集多 喜歡做Model 但做Model 我真的覺得很好笑 最後在大螢光幕 美琼自己在那裡 自鞋 穿兒童泳衣 還要讓那首歌看得到 還要讓那首歌看得到 很歡樂 你會看得多歡樂 好像校園祭那樣 整個故事是看初春 我怎麼傻傻傻 見到什麼都很開心 還要滿足Model 那些觀眾 好萌 其實Model 那部分很少 頭幾 不是很多時間 不是所有平時用不到的元素 全部混進去 是啊 很明顯 發學者平時 這麼有威嚴 原來喜歡名牌 那些 不如拆頭 學完祭祭 最後婚後光子 就出來說 讓我示範一下 真陰性 她這套不是女服裝 她是英逸混合 和式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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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風Model 這套不是無女服 我相信她選擇 不是因為想選和式 可能她只是對這些 一知半解 只是問家裡的工人 那些 不是太清楚 所以才這樣選 我看到那件衣服 後面有一條 很麻省的東西 我覺得 是有和風Model 我是覺得是無女服裝 但那件衣服其實是很漂亮的 嗯 那你有沒有給她那一句 沒有 我一聽到就想關機 我們剛才是否沒有介紹過 婚後光子這個角色 是呀 忘記說 她本身也是很有錢的 大小姐 那類的大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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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都要出來威 我這個婚後光子 你都不認識 每次有什麼事 第一句就說 我是什麼家的婚後光子 你都不認識我 你想怎樣 就覺得 這個好像是招牌 一定是有用的 基本上她在學校裡 都算是人氣王那類角色 也有一些養母她的後輩 沒有啊 她抓 游泳部那兩位 已經是了 是真心追隨她的 真心追隨的 還有 那兩位都是美琴的粉絲 變了她的粉絲 也有 變了她的粉絲 對 美琴本身也是很多學會 美琴在常盤台 基本上是被很多女後輩 作為童景一般的存在 譬如學研製 你會看到有個女生 被她打完女伯伏的蝴蝶結之後 是超高興的 是跟著旁邊的 這就好了 有美琴學者幫你 幫你修製衣服 還有 美琴最後的個人表演 是有很多人期待的 證明她也是一個人氣王國式 她是因為她的名氣 她的能力 基本上整個都市裡面 很多人認識她 每個人都知道她的名字 而她的學校裡面 因為這個人是一個代表性 全學校最厲害的是她 她站出來上盤台的王牌 等於你說劉翔 如果她在大學 一定是封頭等 你本身在外面世界都去知名 現在我和你同學校 我會光榮 所以很多人追隨她 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她自己又沒有傳統大小姐 那些行爭的地方 因為她本身真的不是大小姐 她是由Level 1開始 慢慢練 其實我覺得這一輯的動畫 我覺得不足之處 就是沒有清楚交代她以前的經歷 或者其他劇情 對於美琴的著墨很少 反而你看到左天 你會看到她 以前從家來學完都市之前的事情 黑子你會看到以前在Judgment 怎樣去努力 但反而關於主角她是沒有著墨 以前從哪裡來有沒有科學的事情 即是她說由Level 1解釋 她說由Level 1解釋 她說由Level 1解釋 有什麼容易解釋呢 魔法 反而在第一輯的魔法禁書目錄 交代美琴的事情還到 我之前曾經寫 第十集 十八集 二十二集 很多是交代美琴身世的 所以她現在外傳想著不需要再交代 可能是她的想法 我正常說了她 我不會在外傳重複 再說一次 但其實製作團也知道 很多人是沒有看《魔法禁書目錄》 不,很多人像廣漫 在外傳又再看一次 不是,幾乎每三集都看一次 這是廣漫的做法 所以日本可能不流行 她除非已經定了我 硬要你們去看那裡 甚至要去看《原著》 如果不是的話 她根本的名字都沒有丟 另一套作品 她都沒有說明 叫《魔法禁書目錄外傳》 也有 有寫明 她第一話的第一格就已經寫了 寫了 寫了 以後都不會用這個 這個名詞 變成有些真的這樣去接觸的話 就會覺得不足 想著看到之後 你會說 沒有想著 《魔法禁書》連名字都不能出那些 我就覺得有些 不夠 與其你花那麼多蝙蝠去交代其他人 怎樣都應該加一點點 不過可能她也是準備在第二輯 再去交代這些 她經常在作品中 第二輯才交代主角 可能是 玩了26集 經常會聽到其他角色去講 美琴很辛苦 由Level1上到Level5 我真的想見她 在那個過程中 大家沒有機會看到 就是前轉 有個大事件 對 大事件 其實有少少延續 木山春生的一段 因為背後 其實大家都知道 一路看來 發覺是很多不同的人 機構 想利用這些雙能力者 去從事他們心目中的研究方向 即是甚麼叫亂集開放片 佛洛德加斯多 就是 絕對能力進化 就是在說春相 襟衣 引起的 那件事件 最後是木園村女 那件事 所謂亂集開放 就是 某一些 他稱之為 某一些能力者的能力失控 就令到 可能全學員都市 發生地震 那些甚麼PK的後群 這個之前 他幾集 可能今天 香港都地震 不是亂集開放 那些甚麼PK的後群 AIM力強的 不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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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實 而引起共鳴 然後再 我知道了 因為今天 政府推出了一些打壓樓市 那理事力強受到破壞 所以就地震了 是 是理事力強 他算有用心 他不是突然之間去講這件事情 他是之前幾集 內不內就說 有地震出現 這個作為引指 起碼肉說了兩次 那就等大家 不要那麼突然 算是有鋪牌 連特首也有吵 他根本就是幕後攪手 令大家開始投入這個尾段的故事 那裏又有一個新的角色出現 因為在之前木山春生 最後他被拘捕的時候 已經有了這個角色 去到現場去收集標本 那就是預告了 其實他一路是注意了整件事的發生 他是背後主謀 其實當年也很慘他是實驗品 他是實驗品 但後期就進化了做主謀 總是叫進化 他懂不懂 又反變了做inspector 當年就是他爺爺 木園幻生博士 即是這個變態科學生 現在他在說收集人的樣本 就是木園孫 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是Telestine Kihara 當年木園博士 用自己的孫子去做實驗 去提煉這些超能力者的精華液 精華液 Fast sample 好像美容那些精華液 好彈 好沒水 毛玉博士覺得自己老 好像鬆弛 臉背肌肉鬆弛 楊胎素 去探孫女 希望大量收集之後 孫女又落搭 孫女又覺得很榮幸 可以幫到阿爺 後期孫女已經覺得他阿爺那一套走不通 所以他覺得自己才有能力 木園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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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多年以來 木園博士 什麼叫博士 一個木園一個木山 叫馬斯特博士 當年已經開始研究 然後孫女又去延續 將他扭曲變成另外一個發展 就是這個 動畫版第一輯最後的 關鍵 其實我看到後面 我實在不明白 以往我們看其他故事 可能有一些瘋狂科學家 想去研究一些新的東西 用很多奇怪的方法 目的是他可以控制那樣東西 而幫他自己去管治地球 或者是他得到利益 通常的情況 但是這次你說 博士他就算被你成功 不關你的事 他不會幫他打工 對他有什麼用 不想問是瘋狂科 他只是為了研究結果 他只是為了研究結果 他只是想做一個 超出所有人能夠做到的事情 因為沒有人做到的 他只是想證明自己做到的 他只是想證明自己做到的 所以他只是想證明自己做到的 他只是想證明自己做到的 他只是想證明自己做到的 或者最後會引發什麼事情 甚至是核彈 那些事情 但是他沒有想到那麼遠 所以說是那一剎那的慾望 他只是想研究 科學家的東西你不明白的 科學家的東西你不明白的 科學家的東西很難解釋 我也是熟悉一些魔法 魔法這麼舒服 他裡面也在說這些 不知道你到時明白嗎 又是弄一些Lv-6的人 他們說魔法就是一本禁書 都只是說科學 他們想著幫你提升之後 為什麼我控制你呢 又是沒有想的 應該會是 第二季就會出現 終於睡醒了 可能是 變了他們一直做這個研究 最後就 木... 什麼 木... 你要說木園 不如博士吧 我們這麼堅持 只要博士 你可以繼續說木生的 另外一個不是都是博士嗎 不如你說聲聲 不如你說聲聲 或者是脫衣糧 脫衣糧 叫聲聲 就是他... 糟了 被你暫亂了 忘記說什麼 你想說什麼 阿博士 對了 他最後是希望自己能夠成為Lv-6 他那時候不斷收集這些 他初時未達到目的之前 就純粹靠科技的力量 例如之前說Big Spider那裡 其實那群人都是拿了實驗用的製品去克制這些超能力者 對 透過音波 我覺得那段挺好看 一直以來這些科技研究成果 如何去對抗這些超能力者 一群沒有超能力的人 都可以透過他們的手段 下三流的手段 你可以說下三流的 但對於普通人來說 他們的確是要借助這些東西 那單就這一季 或者這一輯 大家覺得好不好看 不好看應該不會說 很難說 簡直不好看來看 專插一些好東西 專插一些被人說好的東西 以動畫來說我覺得很好看 我覺得很好看 為甚麼 就是輕鬆鬆鄧子豐 那你不如看台慶吧 台慶就不會太悶了 那你不如看刑警吧 刑警 都輕鬆鄧子豐 以同樣 動畫來計 他比起正傳 是會有趣很多 而且適合一些 第一次接觸這一類故事的人 因為他本身很多開頭 很多開頭 其實他的故事不是太多 有劇情的故事不算太多 反而多一些狐鬧 24集他中間接觸了很多狐鬧 有些女生上心悅目 聽聽聲優 見仁見智 都是你那句 見仁見智 各方入各眼 想不想心悅目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其實看得挺輕鬆的 你不會覺得 初初都會有些擔心 會不會說到很複雜 說廣播又會很悶 又要解大堆理論 你又不覺得他有這種狐鬧 他不是很多冷場 反而你看Index 是會有冷場的 他有很多專業範疇去理論 預料大家聽不明白 所以他已經準備了很多 比較簡單易明的例子 甚至用一些圖 讓大家容易投入這個世界 這個我覺得比正章好的地方 正章太多一些難以令人理解的概念 他講一個範疇我都未能消化到他 便馬上加其他東西進去 那些就是世事有書又不讀 大過了就是發點讀 我沒有去郭家華痴又不收我 我知道 我只是看畫畫不太少 因為我自己看的時候 我覺得感覺不太好 第一就是節奏很慢 我跟阿斯迪看這套動畫 我們找到一個最理想的速度 3倍速 1.7倍 1.2倍看不像字幕 1.2倍速看不像字幕 而且聲音會開始變變 會變成機械聲 會變成機械聲 聲音經過特別處理 慢過1.7倍速就太慢了 那我們用什麼來做標準呢 就是風車的轉動 發動電的速度就太慢了 就是1.7倍速 另外就是 因為我最初期期待 叫做科學的電磁炮 我期待應該會有主線故事 還有陸陸陸陸陸看 便知道有levelupper的主線故事 我反而發現 你之前用8集來做這個單元 我便覺得很久都未進入正章 給我的感覺 假設我當它是半季 或者是貴番 假設就像你們每個星期追 到了一半都未去到主線 其實是有點慢的 另外就是剛才提到 到13集之後 突然間他好像忘記了這個 突然間好像飛去玩日代 例如像Reborn 再不好 例如他打完指環篇 他都不會變回日常生活 就已經到了十年後篇 即是你那個人應該是不同了 所以他又回復走路的生活 我就覺得 就好像考完年中試 放過暑假 我又再放第一個學期 即是感覺就不太好 我也有少許這樣的感覺 好像剛才Lucy所估計 其實原本應該只有18集的劇情 所以中間要解接 當然要放一些 他又不可以在頭上放下去 他要平均分補 我唯有頭和中間 他放得不好 其實可以把Big Spider 放在前面也無所謂 反而我可以到一半開始 才正式踏入那個 所謂的Big Event 我覺得其實可以接受 甚至乎他放下去 例如剛才曼記者所說的 Big Spider那段 我看那兩集我覺得 好像總是在看另外一些動畫 什麼男人當隻手 武裝戰線 那類校園的動作漫畫 都不是太刺入的世界觀 最後是不需要兩位主角出手 變成真是外傳 其實是替戰國的 因為他現在的單元編排 每一集或是一至兩集完整 是講某個角色的外傳 可能講了兩三集不同人的外傳 然後又回到主線故事 那你就覺得好像常常跳來跳去 好像是斬件 其實如果去到那一集 我如果今集主要想講外傳 我有三分之外講外傳 最後剩下一點 都會講一些故事 每一集都有些故事主線 那你就會覺得 這件事正在去 其實整體的編排處理得不好 令到我看下去的時候 就覺得不夠理想 近年的動畫都很多是這樣的原因 所以令到我追悍的意欲低了 原因是因為每集的監督和腳本不同 但是你有一個總監在 我理解你會有一個總監制 應該會是這樣 哪怕劇本不是同一個人寫 但是只要你在overview那個 你看完應該會看到 當然如果他用回一季一季的感覺 其實就不是問題 但是你一全年購買 我就覺得似乎差了一點 為禍感 是的 我們也是一次過看的 那麼你每個星期追 你都應該會有這樣的角色 你都應該會有這樣的感覺 然後就變成報生班 傑特 每個星期都在罵 每個星期 這集就看戲 其實我多少覺得這套 二十多集以來 很多時候是靠角色的人氣 或者設定 去繼續維繫著 很辛苦地留著觀眾 可能是因為如果你們有看過正傳 或者看過漫畫的話 你是大約知道 你現在正在推進到什麼地方 因為我為了節目 特意嘗試看這套動畫 那種感覺就會不一樣 因為我沒有得補完 我看到的東西就是我看到的東西 這個就會差了我很遠 那種程度 講到人氣 其實我之前都在科林裡說過 其實這套本來都是一套GL漫畫 最主要就是講兩個主角 黑子和美琴 其實美琴才是主角 好不可以再說一次 我覺得黑子是主角 他帶著整套戲 如果在GL的腦條上面 尤其是黑子的個性設定 是比美琴搖幕很多 因為美琴太正經了 在某些事情上面 沒有普通高中生 不過喜歡青蛙 這就要說 能力很長 但其實在這個故事 脆微性上面 所有的氣氛都是黑子的樣子 全部搞笑 美琴表現過程 和右手哥在一起 才有她的過程表現出來 這也是今晚 我們為什麼會請Yuki上來的原因 什麼 基本上如果你有看過 黑子裏面做的事情 甚至表現 如果你又認識Yuki的話 你覺得兩個人是誰 很明顯的 你覺得誰最似入戲琴 除了靈靈不夠的之外 沒有 你 最喜歡的姓通是誰 小瑤 沒有 我們曾經上來的其中一個嘉賓 看見大家姐 看見大家姐 所以感覺上 她真的要靠這兩個角色 去這樣互動 才可以吸引到別人去看 女主角 而且感覺上 好像是比起正傳的時候 性格 有點藏起來了 沒有那麼 有個性 因為右手哥在這套影片裡 亂入 沒有亂入那麼多 她只是看見右手哥 才會性格崩壞 但因為右手哥在這套影片裡 只是一個路人 所以她就變成性格表現得沒有那麼出 看到黑子有時候她不是之前不停地搞事 不停地表現她PGL的特性 其中有一兩幕她說到 回憶回她最初六年間 她的約定 跟初春的約定 她說 我一定要堅守我的政治 我現在覺得 我很不習慣 你這麼認真 那些嚴肅的話題 我很不習慣 其實黑子是一個很乖的小朋友 對 我看到你也看到 不是 去到慢慢後面 她真的有一段 她是非禮美琴 但美琴沒有打她 她突然間 覺得很不習慣 其實是海貓入面的 Battler 這些不是叫快戰嗎 現在是M 他只是期待別人的阻止 這些不是叫乖 你想像一下 有一個強姦反 不停強姦的女兒 然後那些女兒反抗 甚至有一日她強姦 걸去 你來 Come on baby 我講得很不習慣 這個回憶 很乖 還有大家看一看 這麼舒服 第二季最新的那集第六集 其實一集都很厲害 很超電磁炮 因為我們基本上除了一開始index出來一陣子之外 一整集都是女性的女生在工作 然後你看到黑子不想擔心 而故意嘴巴承受她 但美琴一聽就聽得出她是瞞著她受了重傷的事實 港版黑子我就是相信你的 港版黑子最有說服的那個就是你 根本就是你的翻版 誰敢跟你說跟你挑戰你的對黑子認識 這樣不是很威風 其實都不認識自己的 很明顯認識到 我看到中間某一些劇情 見到美琴對黑子突然很好 可能給她一些甜頭 黑子的樣子會發光 然後她的樣子好像貓地 我覺得完全那個樣子 我那時不是吃了黑子 我看到前面 還有路有時候黑子發出有些奇怪的笑聲 也很想見 一模一樣 在哪裏聽過 講開大家有沒有看她的OVA OVA很棒 通常這些電視版完結後的OVA 大部份都是閒戲或者歡樂劇情 但這一集中我覺得算交代得不錯 還有一些關乎她們的超能力者 還有一些比較歡樂 兩樣包容在裡面 她的OVA後面 事情完結後解釋原因 我看完之後覺得合情合理 因為她當中牽涉到的科學理論 是對的 關於電和電磁波之間的關係 如果你讀你科學就會知道 你所說的東西 我會明白她說的是什麼 現在很多所謂超常現象 其實可以透過這些理論解釋部分 但最後一顆都是拿黑子 都是拿黑子去做 不是的只是一半 一半 看下去 初時就以為是都市傳聞事件 或者其他出行離者作罪 但原來背後都算是她們引起 一半的一半的 炮姐實在是盛名所累 OVA主要說什麼 炮姐就覺得好像有人監視著她 然後有些城市傳聞就說 會不會是一些奇怪的東西 最後回到出來 其實是因為 你本身帶來電流的能力 令到跟電磁器有關 所以有某些共鳴 就是有學者曾經研究這些 去干擾他們的裝置 最後為什麼會跟黑子有關呢 解釋完之後 美琴全部覺得也是 這樣就沒有一回事 那我就說 不是的 沒理由我去洗澡 去洗澡 都被人看著 原來的結局就是什麼 根本就是黑子 用她自己的能力 黑子用她消去法 究竟她研究 美琴姐姐究竟 什麼時候會感應到這些 所以她要全天候24小時 去看著她 慢慢過濾身邊的人 保護而已 所以其實也有個原因 最後完結的時候 就是把黑子紙紮起來 但黑子其實可以脫掉 以她的能力 空間轉移 很明顯是享受的 我只可以說 對著美琴她是一個M 完全的M 但是如果黑子的能力再提升 她現在可以隨意把物件移動 LV4 因為再提升可以移動更重 因為我記得 說不定可以帶人一起移動 即將地球移動火星 她已經可以帶人 但不是太多 好像兩個 她主線劇情中有說過 她測試能力的時候 她只是移動到某一個重量以下 超過了她就移動不了 你打遊戲 LV4來說她只可以做本文公司 LV5之後就去破壞碼頭做事 接種物流 當然是全國的內套掌船 大家很容易解釋 OK 所有能力都可以提升到LV5 其實這套東西 如果你未看過禁書目錄的話 就這樣看都OK 只要你不要阿郎 就想為何會這樣 為何會這樣 其實輕鬆鬆真的很好看 其實是skip了幾個大活動 你不會完全不明白 因為她太多人物外傳 不需要看禁書目錄 其實不需要看正章 都可以先看這套 因為我自己也沒有看正章 你想看美琴那兩萬零一個妹妹 你就要看正章 那last order 一定要看正章 但如果以一個故事來看 你只看well跟 其實不是大問題 你不會不明白 或是OK 我強烈建議大家如果沒有看正章 又好像寶芝剛才說 想輕輕鬆鬆鄧之鋒 就跳了第十集至第十三集 跳了第十九集至到二十四集 這套東西就會覺得OK 這套東西 這套東西就出了 好 臨完的時候 我們送一首歌給大家聽 至於是什麼歌大家都會知道 好 今集的時間到這裡為止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